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货柜滞留在把申港口的西港跟北港并城港口 还有坐落在巴西古当的柔佛港口 导致这些港口所能存在的货物量已经近乎达到100%了 这些货源如果没有在最短的时间内输送到最终的目的地的话 那么容量将会在这个星期内达到最高峰 就是没有办法再容纳新的这些货柜了 而进一步压缩货柜的空间 而无法再让新的这些货物货柜进来 特别是这些必需品 那魏家翔今天就发文告说 当务之急就是要让这些货物清关 以便避免进口的必需品在行动管制令期间是受到影响的 所以他就指出说所有相关的港口 现在都必须要立即加速行动 以便疏通这些拥堵在港口货仓的货物 那物流公司还有运输公司 是被允许从27号开始到29号全天后的搬运这些货物 港口的货物囤积是迫切以及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一旦没有及时清关的话 滞留的货物将影响到物流还有运输 整条线都会被波击 那么政府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 那么除了解决当下燃眉之急 在行动管制令期间要确保货物通关 以及这个运输过程更顺利 政府也应该要找出它的这个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囤积的情况 那么除了管制令导致人手精简 没有办法像过去这样 就是全面的所有的员工都投入工作之外 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那么对这方案又是什么呢 那魏家强就说呢 警方将会允许运载必需品 以及非必需品的这个货车 就像是我刚刚提到的 在27号到29号之间的全挑后的通行 那以便确保呢 这些货物是能够抵达他们的运输终点 好 现在我们来换一个角度 关注卫生总监诺亦 他刚刚在下午五点汇报的 最新的新冠肺炎的疫情 今天呢 我国载有235中新的确诊病例 这是大马单日病例最高的一次 再创新高 这也使得我国的确诊人数累计呢 破2000的大关 那么其实所谓的最新新高 坦白讲已经没有太大的这个意义了 因为也没有所谓的最高 只有更高 而今天呢 有4人3名 导致累计的死亡人数呢 达到23人 那诺西山也说呢 截至今天中午呢 总共有235宗的确诊病例 那马来西亚累计的病例 现在呢 确实已经突破了2000 就达到了2031例 那在这235例的新的病例当中呢 有60宗 是跟大城堡金针士的 这一个传教士的 集会有关的 那至于其他的175宗的病例呢 卫生部仍在调查 可能呢 是跟其他的这个传染源呢 是有关的 那目前呢 总共有45宗的确诊病患呢 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32个人呢 是需要呼吸器的补助 那么此外呢 还有另外一则新闻呢 吸引很多媒体的这个眼光 然后也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疯传 就是国家王宫呢 有器皿职员 正式感染新冠肺炎 这是国家王宫 总管阿莫法迪的证实 王宫内有器人 在检测的过程当中呢 呈阳性反应 他就说 这七名的职员呢 目前都送到了医院治疗 但是他们目前的状况呢 看起来是稳定的 他也表示说 国家元首 苏丹呢 阿都拉 还有元首后 东郭阿兹沙的这一个检测 都是这一个阴性的反应 不过呢 他们俩呢 就从昨天开始呢 还是需要隔离14天 那么这里就顺便体外化一个 在远在英国的英国王祖 查尔斯呢 昨天确实正式感染了 这个新冠肺炎 所以呢 一些网民呢 他们就发挥他们的这个创意 跟调感说 查尔斯王子呢 等不到皇冠 就是还没有登上这个王位 来了呢 却是一个新冠 好 那么这些都是网民发挥 在这段期间 在家里发挥他们的创意 那么我们来调一调 来讲一讲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随着管制令延长14天 到4月14号 大家都在猜测 国内的这个疫情高峰期 到底会在什么时候 可能会不会说 在这个第一阶段的管制令尾巴 就是三月尾 还是会在第二阶段的管制令开始 就是4月头的时候到来呢 那么不管他什么时候来 当然希望他能够越早来 越快来的话就越好 不管什么时候 如今我们都应该要做好 最坏的一个打算 因为最糟糕的情况 还没有到来 所以这段日子呢 就除了要待在家里之外 另外一个呢 就要保持坚强的心态 确保自己能够应付 接下来三到六个月 更艰难的一个时刻 是的没错 除了做好最坏的打算之外呢 也不要忘记了 要保持乐观的心态 那这一阵呢 就是打胜之后呢 其实接下来我们就会有 更有希望的这个日子 就会到来了 谢谢你关注 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谢谢直风 明年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